一群面带微笑的陌生人闯入知名女歌手家中 女歌手僵硬的撑着地板挪动 飞速爬起身的逃跑 不曾想那些人带着怪笑追了上来 他们堵住女歌手去路 用身体挡住过道 并随着对方逃跑的动作步步逼近 还摆出一副蓄势待发的狩猎动作 只见怪笑人抓住女歌手 前仆后继像潮水一样将其淹没 甚至有人将半截手臂塞进她的喉咙 欢迎收看2024最新恐怖片《夺命威笑》 故事开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 威笑系列的概念设定 有一种超自然力量会寄生在人脑中 而且一周内感染者的意志会被完全吞噬 最后面带威笑自残而死 见证感染者威笑自杀的人 就会成为下一个感染者 唯一能解决诅咒的办法 就是转移厄运 让感染者在他人见证下 却杀掉另一个人 将类似心理创伤的病毒 转移到新见证人身上 所以影片一开始 上一季被感染的乔尔 就挟持路边的一个胖蛮人 另一季闯进一旁的房子里 想当着房主人的面杀掉胖蛮人 继而将威笑诅咒传给房主 乔尔为了良心上过得去 特地调查过 但房主不是好人 死不足惜 把诅咒传给他再好不过 谁知房主人居然掏出把手枪 乔尔下意识开枪反击 结果直接把他打死了 现在见证人已死 转移失败 乔尔慌乱之际 一个叫路易斯的人 进来找房主买面粉 乔尔担心被抓 赶紧逃跑 然要打开门后 撞进了房主的跑命 他跑去后门跳窗逃跑 谁知一辆汽车呼啸而来 直接把乔尔撞得稀巴烂 臂上擦出一道鲜红的微笑血痕 难道说诅咒就此中断了 还是说已经转移到了 误闯进来的路易斯身上 这点的情况暂时按下不表 让我们回到主线上来 本届的女主角斯凯 是一名流行巨星 一年前 他和男友保罗遭遇车祸 后者当场死亡 斯凯幸运的捡回一条命 度过了一段浑浑噩噩的事件 冬日靠酒精麻痹神经 但现在他准备告别过去 重回乐坛 还宣布了新的巡演日期 恶迷们反应强烈 都很欢迎斯凯归来 他全身心投入到巡演准备中 但车祸确实造成了 难以挽回的创伤 斯凯不想让疼痛影响状态 正犹豫要不要用药片止痛 他下一秒传来敲门声 他把药片倒进水槽 以免让妈妈发现 自己滥用止痛药 这几天日程安排的非常晚 可他的后背一直紧引作痛 斯凯只能联系自己的药贩子 也就是开头出现过的路易斯 看两人的聊天记录 就能知道 他们已经有过数次交易 斯凯故意甩开妈妈跟助理 然后去路易斯的公寓买药 谁知路易斯不知道抽什么哼 居然用刀抵住斯凯 还逼问他来这里有什么目的 斯凯无语的聊事 我们互发过短信了 路易斯困惑的掏出手机确认 完全不记得自己回过信息 他放开斯凯去屋里找止痛片 可是很长时间都没出来 斯凯等得不耐烦就去找他 谁知路易斯猛的冲进客厅 紧接着他盯着虚空 神色惊恐 路易斯贪坐在地 不断尖叫 淡漫的他失去所有表情 像溺水的人一样 喉咙发出怪响 路易斯摸起身侧杠铭 狠狠砸向自己 同时至终 他脸上的笑容都没消失 斯凯几乎被吓得魂飞魄散 直接当场吐了出来 他下意识想掏出手机报警 可斯凯意识到路易斯是个药贩子 他出现在这儿肯定会暴露买药的事 斯凯心意横 干脆跑回家装不知情 他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 仿佛还能听到路易斯头骨裂开的声音 此时的斯凯并不知道 微笑诅咒已经转移到他身上 此日斯凯故作淡定去跑日程 将熟了胡子哥来化妆间 邀请他参加明晚的慈善筹款活动 并且担任主持人 既然是慈善活动 斯凯当然不会拒绝 最后他心不在焉的拍摄画报 一休息就赶紧上网搜索 呕吐物会不会留下DNA 他很害怕自己去路易斯家的事暴露 就在斯凯犹豫要不要向好友解码求助时 一个陌生号码突然发来短信 问他昨晚是不是在路易斯家 骨头破碎的声音再次响起 斯凯顿时觉得后背一凉 他环视四周没发现一场 当想松口气的时候 就在镜子里看到了路易斯 下一秒他扯住斯凯嘴角 架的后者吱哇乱叫 当我和助理听到声音 急忙进来查看 斯凯谎称 看到了一只蜘蛛 接着又指出撤掉身上这套演出服 因为舞台的灯光 会照出他身上的手术疤痕 斯凯觉得这些痕迹很恶心 他像行尸走肉一样 结束了彩排 用勉强打起精神去参加见面会 没想到突然冒出的狂热粉丝 他的举止让斯凯很不舒服 保安赶紧把这个男人拖出去 斯凯缓了几分钟后继续签名 好在这次的粉丝是个小女孩 但他从头到尾一言不发 只知道死死盯着自己笑 斯凯努力忽视心头的怪异 目送这个诡异女孩离开 他还记挂着短信那件事 一焦虑就开始薅头发 斯凯百般纠结 还是拨通了解马的电话 两人设获后闹得很不愉快 但斯凯真的需要朋友帮忙 好在解马没有计较 答应过来跟他聊聊 斯凯猛灌了半杯水 让自己冷静下来 然后边练琴边等待解马 谁知身后传来玻璃破碎声 斯凯一看 好好放在桌上的玻璃杯居然碎了 他去拿清扫工具整理地面 这发现送给狂热粉丝的签名 继续就放在桌子上 难道说那个男人闯进了他的公寓 斯凯走到一侧 果然看到地上 散落着男人的衣物 视身裸体的狂粉猛地冲过来 斯凯一口气跑到门口 正巧碰到解马上门 他是一好友不要出声 然后抄起一旁的百剑 小心翼翼地靠近走廊 解马见状 也拿起一个百剑跟过去 但堆在地上的衣服早已经消失 赖件签名 T恤也不翼而飞 斯凯如释重负 抱住解马 还问他怎么来得这么快 解马文言非常疑惑 你一个小时前给我打的电话 斯凯文言思绪乱成一团 他重新拿起来半瓶水喝点 解马看出斯凯的状况不太对 就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斯凯只好坦白 有关路易斯的一切 果然解马跟他反应一样 绝对不能让警察知道 斯凯在现场 当公众人物跟药犯的死亡联系起来 他就彻底完蛋了 斯凯一吐为快 心情好了很多 解马还主动提出 留下来陪他一晚 深夜 斯凯梦到车祸发生那天 身体上彻骨的疼痛 以及死在身边的男友 这种绝望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 斯凯猛的从梦中惊醒 他压下心计的感觉 重新躺好 然后和身侧的解马道歉 斯凯觉得自己的大脑正在失控 里面充满了噪音和混乱 是因为你是一个坏人 你怎么说的 下一秒 汽车鸣笛声响起 斯凯吓得跌坐在地 床上根本就没有解马 而且眨眼间就到了第二天早上 解马早就许床做好了早饭 斯凯拿起手机一看 发现已经迟到了 他责怪解马没有叫醒自己 又恢复了自我为中心的态度 解马正想跟他谈谈 斯凯的妈妈伊丽莎白就杀到客厅说 一百多个人在等着你过去排列 斯凯急忙赶到现场 他先热身开丧 尽快调整好状态 然后换好服装去彩排 斯凯天生属于舞台 哪怕休息了一年也毫不生疏 眼看第一手就要进入尾声 斯凯突然看到一张怪脸 接着摔到地上 膝盖骨折 但当灯光亮起时 所有意向全部消失 腿上也没有骨折记下 斯凯认为有人故意办他 可尖导一直盯着监视器 斯凯的确是自己摔倒的 周围人一脸疑惑地看着他 斯凯崩溃间跑出舞台场地 面带微笑的助理 跟他擦肩而过 斯凯心惊板战地走进更衣室 看见里面一片狼藉 他不仅粗传 用力薅断一缕头发 冲出去逼问助理干了什么 毕丽莎白赶紧把失控的女儿拖进更衣室说 小助理一整天都跟我在一起 根本没时间跑来弄完更衣室 毕丽莎白希望斯凯跟自己说实话 你是不是又开始滥用药物了 斯凯觉得妈妈不信任自己 她没有用药物 只是觉得大脑一片混乱 而且大家都不愿意相信她的话 斯凯突然间打起退堂鼓 她觉得自己无法应付接下来的巡演 也许这么快付出是个错误决定 丽莎白没有理会斯凯的任性 让她赶紧找回状态 今晚还要参加胡子哥的慈善活动 尽管斯凯一千万个不愿意 但她不想言而无息 看胡子哥拦做 看完斯凯只是做好装发后场 她想要结马忙完后来找自己 结果那个未知号码又发了短信 还说我知道你是女歌手斯凯 这个短信让她心烦意乱 斯凯拍死脸上的小飞虫 带着晕掉的唇装登台演讲 不曾想面前的提词信突然故障 斯凯并没有准备任何稿子 因为胡子哥说过 他只要照着提词器念就行 台下的人都眼巴巴等着 斯凯的大脑一片空白 可行将内心的负能量合盘拖出 佩洛瓦贵的本意是鼓励贫苦孩子追梦 斯凯的发言显然不合时宜 把场面搞得非常尴尬 此时提词器恢复了正常 斯凯照着上面的字继续往下念 斯凯说出口才意识到 这是男友的名字 以死之人 怎么可能来到现场 台下的观众忍不住窃窃私语 斯凯站在聚光灯下 六神无主 不一间瞥见保罗真的坐在台下 而且脸上还带着诡异笑容 斯凯像被人定在原地 动弹不得 只能眼看着保罗步步逼近 斯凯努力闭上眼睛再睁开 保罗的幻影果然消失不见 但他的失态已经被镜头记录下来 盘下的人全都呆若木鸡 侦测的女主时想上前安慰 可斯凯把他看成保罗 一把推到了台下 这场活动彻底变成了灾难 等斯凯回过神来 已经回到家中 点码没有回他的消息 反而是神秘人又发了一条 说斯凯处于极度危险的情况 我可以帮你 我们需要见一面 你看到的都是真的 接着神秘人发了一则视频 画面中的路易斯神情紧张 在自己家里疑神疑鬼 到处检查 因为他和斯凯一样 总是看到带着微笑的怪人 斯凯看得正入神 路易斯突然贴过来 惊声尖叫 吓得他扔掉手机 跌坐在地 斯凯再也无法忍受 这种神经兮兮的生活 他马上给神秘人回信 两人约好在附近的酒吧碰面 神秘人是个上了年纪的大叔 斯凯一坐下 就给他拍了张照 然后警告对方 我已经把照片发给朋友 如果你敢运行不轨 我朋友就会立刻报警 大叔解释 我叫莫里斯 之前一直试图联络易斯 结果发现对方已经死掉 莫里斯查看路易斯的手机后 得知斯凯是死者 生前最后一个联系人 所以猜到诅咒传到了他身上 莫里斯的弟弟 就是因为微笑诅咒而死 他告诉斯凯 你和路易斯的大脑 被一种超自然现象感染了 就像寄生虫通过宿主的思想 感染宿主一样 所以你才会看到 不停微笑的怪人 对多一周的时间 宿主就会在下一个 倒霉弹剑证下 发狂自尽 在斯凯之前 已经有八个人死亡 莫里斯研究出了一个解决办法 他是个急救护士 可以让斯凯的心脏 暂时停止跳动 等寄生虫失去宿主死亡后 莫里斯再把斯凯及时救回来 一定能切断这个感染链条 斯凯觉得这法子 实在是太魔幻了 他要是真死了怎么办 话音公目 有人认出了斯凯 他赶紧甩掉莫里斯回家 斯凯打开房间内所有灯 然后一口气喝干整瓶水 他手忙脚乱的收拾行李箱 结果不小心把牙刷碰倒了 斯凯下意识去捡 不曾想触发腰伤 近日积压的情绪一股脑爆发 他狠狠扯下一把头发 然后疯了一样的乱摔东西 发泄完了斯凯吞了两片药 准备提着箱子离开 谁知刚打开灯 就看到一群歌迷凝笑着盯着自己 斯凯一时腿软 摔坐在地 那些人机械性的跟着他的方向移动 斯凯强迫自己扭头 不再看他们 谁知那拨人越凑越近 他强撑着爬起来逃跑 却遭到这帮怪笑人的围追堵截 斯凯拼命冲向门口 又被身后的人抓住 他们七手八脚的按住斯凯 将他猛的砸向钢琴 有人用力薅断了斯凯的头发 还将手臂塞进他的喉咙 历史模糊间 斯凯想起车祸那天 他和保罗吸了很多面粉 一边开车一边争吵 总之 没有一个人看路 不发生车祸才是有鬼了 保罗疯狂的挖裤嘲笑他 导致斯凯的不满越激越深 下一秒 斯凯从噩梦中惊醒 正躺在一家私人健康诊所内 医生说 他的伤都是自己弄的 蒂丽莎白身为斯凯的母亲 对女儿生病的态度 撑得上冷淡 那种时候 她还只想着巡演 甚至已经找人去制作假发 好补上被斯凯扯掉的部分 蒂丽莎白只给女儿 留了一天休息时间 让她尽快调整好状态 开始巡演 蒂丽莎白只觉得斯凯任性 随便违约取消巡演 只会让公司背上无法负担的债务 她不清楚女儿身上发生了多糟糕的事 也不愿意听斯凯解释 伊丽莎白打碎镜子 握住碎片 斯凯尖状想拆掉身上的针管 可上面裹满了胶带 她只能用力死扯 离死红时 伊丽莎白用镜片刺向自己 斯凯及时拽出针管 跌跌撞撞的跑向房门 加一秒 她就发现手中握着镜片 上面沾满了伊丽莎白的血 斯凯僵硬的走回床边 发现是自己亲手杀了妈妈 她狠狠朝脸上甩了几个耳光 但眼前的场景并没有消失 此时小助理突然敲门 斯凯猛的冲过去堵住门 并且想办法支开助理 等对方离开后 她套上卫衣遮住血迹 接着盖住母亲的尸体 赶在小助理回来前离开 不过楼下大厅里到处都是人 斯凯深吸一口气 故作淡定的走向出口 脸看胜利救的前方 小助理却发现了斯凯 以及对方身上的大片血迹 她赶紧喊医生和保安过来 斯凯见状 假意倒向保安 接着夺走对方的手枪 威胁众人散开 斯凯说完就放了一枪 胡子哥还追过来 问巡演怎么办 把崔开们逃出医院 惊慌失措间 踩到了地上的玻璃 脸看周围的人越聚越多 斯凯生出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感觉 他当街逃出手枪截了辆车 杰马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执意要替斯凯开车 两人前脚离开 警察后脚就赶到了医院 斯凯马上发短信联系莫里斯 然后约好在斯塔腾岛见面 他的理智慢慢回笼 要求杰马靠边把车子停下 斯凯现在的生活已经完蛋了 不能把杰马也拖进这个漩涡 没想到杰马突然停止了各种询问 说他不在乎斯凯做了什么 决心一直陪着朋友 都在斯凯感动不已时 手机铃声突然响起 而且还是杰马打来的 斯凯接通后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杰马表示 你不要再打来了 我们一年前就已经绝交 如果电话那头是杰马 那坐在他身边的又是谁 如果杰马从来没有原谅他 那前几天留在自己家过夜的又是谁 只见副驾驶上的杰马露出笑容 斯凯凭借最后一丝理智 从脑中的幻象中醒来 等他睁开眼 发现自己坐在架势座上 身边根本没有解马 斯凯家族玛丽 一口气冲到莫里斯面前 二话不说 把手枪塞给对方 并警告他 如果假死的理论不成立 我要你立刻开枪打死哦 斯凯死 也要让微笑诅咒终结在自己手中 莫里斯领着他进入基地 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冷库 当斯凯的心脏停止跳动时 大脑会停止接受氧气 进而产生坏死 两分钟内就会造成永久性脑损伤 所以莫里斯必须在这两分钟内 把斯凯的体温降到足够低 让他的大脑存活时间延长到九分钟 确保寄生虫真的死亡 莫里斯把假死药物拿给他看 说只要三十分钟心脏就能停跳 斯凯躺好后 突然觉得一阵解脱 莫里斯把温度计放进他口中 接着走出冰库 关上门 斯凯觉得奇怪 赶紧爬起来喊他 但外面没有任何声音 做到这时 两滴血滴到他肚子上 斯凯抬头 看见了车祸时的自己 只见对方解开安全带 垂直砸向斯凯 贾斯凯抓住他的头发 拖了墙边 贾斯凯死命压着他 露出微笑 并且用手扒开女主嘴角 背急时刻 斯凯咬断他的手指 一把抓起一旁的针管给自己注射 可解脱并没有到来 他望着空空如也的掌心 意识到现在的一切都是幻觉 说不定莫里斯根本就不存在 他从头到尾都被恶魔玩弄于鼓掌之间 斯凯紧紧贴着冰库们 等眼前的黑暗消散后 他发现自己站在巡演舞台上 伊丽莎白甚至也在人群中 还没等斯凯反应过来 就看见另一个自己斯凯手术上班 一个巨大的怪物从中钻出 脸上还带着多么的笑容 他慢慢爬过来 斯凯斯凯的嘴角 但观众们什么都看不见 只听到斯凯躺在地上咳嗽 紧接着他慢慢爬起来 转摩身子 脸上带着那副熟悉的笑容 下一秒 斯凯当着歌迷的面自杀 现场所有人都变成了见证者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难得不是狗尾虚雕之作 将心理惊悚片的特点 发挥到了极致 这一点绝对离不开女主角 纳奥米斯科特的精彩演出 她完全演出了一个 被感染者的崩溃焦虑 并将这种情绪传达给了观众 此类惊悚片的可怕之处 不是血浆恶魔 而是身陷绝望 没有任何方法能帮女主 逃脱诅咒的窒息感 只要被寄生 就绝无生命 保演借由这种情绪 拉扯观众的神经 视听效果和演绎手法 较至第一部大有提升 绝对是今年值得观看的 恐怖片之一